我要說一下 你現在的洗漢獎 你覺得是看19年 這個什麼 沒什麼 20多年前 吳明達槍殺前北聯邦主 入獄服刑18年 才假釋出獄6年多 以他為首的威政集團 又涉入多起槍擊和洗錢案 吳明達再度重回監獄 穿上愛心協會背心 他是威政愛心協會的 創辦人吳明達 槍殺前北聯邦主 唐重申 幾年前假釋出獄之後 臉書PO出許多響應公益 做愛心的照片 可能我在想他有心 想要洗牌 有心想要 這個就是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從事一些公益事業等等 不過警方近期查出 他又涉嫌不乏 來 站上 放著 來 放下 警方號槍實彈 圍捕多名歹徒 其中吳明達站在一旁 態度從容 警方查出 他是二零二二年四月份 萬華槍擊案的幕後主使者 警方指出 他與萬華青山公主委 兼在地黑幫團體 方明官領袖黃金元 疑似有千萬金錢糾紛 今年二月就曾花五百萬賣兇 用殺黃金元 當時槍手返回落跑 吳明達沒有罷守 又再派小弟去開七槍警告 警方大動作各地收網 依殺人恐嚇等罪 將吳明達等人送辦 儘管他堅稱沒有涉案 百萬交保 但幾個月之後 吳明達又登上了社會新聞 擋住 擋住 後退 刀哥好 警方衝上前逮人 同一男子就是吳明達 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站到牆邊 雙手一攤 警方查出 吳明達涉嫌網路賭國根洗錢罪 把人帶回送辦 法院認定 他有逃亡串供滅陣之餘 裁定擠壓警戒 要說一下 你現在請看一下 你覺得看十九年 這是什麼 沒有 沒 沒 二十多年前 吳明達槍殺前北的貓主 入獄服刑十八年 才假釋出獄六年多 以他為首的威政集團 又涉入多起槍擊 和洗錢案 吳明達再度重回監獄 換車 帶錢 做好逃亡 長期抗陣準備 吳明達最終 還是被警方給攔截了 純粹是意外碰到的 從哥他要不先把手 手槍要向我射擊的話 我覺得 我絕對不會這樣子 當初我還尊稱他 一聲從哥 你要去哪裡 想不到他會計算這樣變 所以我也不知道 如果換成是你們的話 你們要怎麼辦呢 他說啦 在當時呢 他只是拍拍他說從哥 然後呢 唐從生一看 因為他們一定之前 有一些糾葛啦 因為債務的問題有糾葛 他一看說 你怎麼還在這兒 就馬上拔牆 所以最後有目擊者看到 兩個都拔一下最新 只是唐從生的槍沒有上 那吳明達的可能手腳比較快 然而對於動機檢警認定 跟債務糾紛脫不了關係 因為他有個習慣 他可能有用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他常常每天要去 要去幹嘛 打算金 打那個 打到血液裡面 這是他固定的行程 所以這個 吳明達知道他這個路線 去找他 吳明達槍殺前北的幫主 儘管檢方求處死刑 以審法院認定 唐從生有拔槍 吳明達是防衛過盪 合併殺人非法持槍等罪 只判19年 但到了二審 法官改判 突起突刑 照理講 你應該把他倒 他要跑 你就可以走了 你為什麼還要追殺 如果第二個槍過去再追殺他 即使第一槍已經足以讓他指定 可是第二槍他追殺 所以這個動機基本上 你是不是要置他於死地 吳明達聽到判決大逆轉 不是沮喪 他竟然囂張 對著道庭聆聽的哥哥 露出笑容 但下一秒面對媒體時 又瞬間翻臉一瞪 你為什麼要殺頭生 睜眼怒瞪記者外 甚至邊走邊回頭 吳明達大聲很嗆 郭忠祐 從槍殺唐重生 到逆向媒體 吳明達管不住自己的脾氣 終究要為自己的半行付出代價 跟Eason又改成15年 可是最後的定案 就是 無期無期 唐重生的告別是 五湖四海江湖弟兄 來了不少人 但唯獨沒有看證他 參與唐重生公祭的人數 估計超過上千人 不過以唐重生青梅竹馬的 一人吳慧中 並沒有出現在公祭現場 吳慧中第一個 第一個時間知道的時候 他一定是 非常心痛 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畢竟是一個 自己曾經摯愛的人 這樣的方式而離開人世間 江湖事後來變成江湖了這樣子 他當然會非常非常難過 非常 沒有辦法去承受 會覺得很遺憾這樣子 一直等 到最後小慧就是 始終就是沒有出現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小慧在 他去了香港 這樣子轉折 多年之後 其實小慧 真的是已經把唐重生 真的把他放下了 他已經不再去勸戀 沒能等到 摯愛胡慧中 來送最後一程 被槍殺時 身邊一個小弟也沒有 人生黯然羨慕 回顧唐重生曾說過的話 一旦冠上 幫派笨子 一輩子難以洗脫 應驗了江湖事 終究江湖涼 其實他說我加入黑幫 就像我已經染黑一樣 染黑一樣你要洗白呢 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你已經貼上標籤嘛 所以我在想到最後 毒品跟那個賭博呢 其實最後他是呢 這個因為這樣的因素 最後呢導致一些糾紛 賭債糾紛 被吳明達給開槍 如果這個東西可以戒除掉 而且呢真的從事 陣陣蕩蕩蕩的從事他的生源 我在想他的路呢 其實慢慢的是可以改觀的 不過他講過了 你走入黑幫 踏錯第一步 你以後呢要回歸正常的 真的是困難重生 前北聯邦主唐重生 遭槍殺的弄安吉巷弄 事發藥房早就沒了 但傳聞不斷 我有看到他 你有看到 在這裡啊 看到他就站在這裡 只是一直用你的針 在看著你 他們的空閃 天井門自己會開啊 裡面沒有 會毛毛的啊 可是就覺得滿奇怪的 那有人說從那個 農安街125巷經過 就感覺到晚上的時候 那個地方有 好像有人影等等這方面 當然這可能是不同的感受啦 以而傳而大家就是 就是這樣子會生會贏的 有人認為說 唐重生是不是死在那個地方 一直覺得自己可能還怨的 還是怎麼樣 所以還有一些 我們講就是一些魂魄 冤魂還在那個地方出現 當然這個我不知道它的真實性 不過這個當時就有附近的 這些居民有這樣的一些傳言 二十幾年過去 農安街人是已非 居民也逐漸淡望 讓這一齊北聯邦前幫主遭槍殺的 驚悚難見